132 信報財經新聞,其府360名言回歸 2015年7月22日財經A06上月至少23間美國上市的中資股票宣布退市 退市浪潮之一的其府360總裁齊向東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 公司司有化進展順利,未來應會在內地上市 以去年獲騰訊00700入股15%的京東商城 其行政總裁劉強東只沒有考慮通過司有化從納子退市 但會考慮未來將某些業務分拆在內地上市 為配合國策,兼遇上A股大好的時機 多加美國上市的中資股蠢蠢欲動 上月紛紛公布育退市後籌或回流A股 以申請在紐交所退市的其府360現身說法 齊向東接受新浪科技專訪時明確表示 有以未來重新在A股上市 另外,齊向東指出現時網絡安全證面臨巨大威脅 以遠超傳統互聯網範疇、安全威脅 包括是從傳統個人電腦和手機轉向智能硬件及汽車 物聯網等各個範疇擴展 加上個人私隱大規模外洩 最後是已滲入中國的持續性滲透攻擊案 他認為對測試傳統網絡安全廠商要進行及時轉型、運用大數據等手段來應對 內地網購平台京通登陸納指一年多 但劉強東亦透露考慮未來將某些業務分拆在中國上市 但暫未考慮通過私有化從美國退市 劉強東 京東三年內紐規劉強東指出 騰訊旗下微信和QQ等移動社交軟件 為京東帶來的價值教育期間 成功推動銷售 公司將繼續投資以擴大業務 預計京東不需要三年時間變行紐規為營 財經旗賦360名現回歸 A股 A股 O N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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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